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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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雄宝殿前 还有一尊笑口常开的白玉米勒佛像 似乎象征着在露殿之前 就先为来世参拜的信众 送上一个暖心慈祥的关怀微笑 接着我们进到殿内 可以看到供奉释迦牟尼佛 观世音菩萨 地藏王菩萨等硕婆三圣 正中间是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祖以八向成道 舍弃荣华富贵 并历经万劫勤苦修行 相信人人皆具有佛性 人人皆能领悟佛性成佛 而在佛祖前方 也有委托尊者 以及嘉然尊者于大殿护法 佛祖旁边的两侧 并有嘉业尊者 以及阿难尊者侍奉 三圣之一的观世音菩萨 手持甘露净瓶净化污浊 且其大慈大悲 以慈悲之心 听万民之言 观万民之苦 度化众生 救苦救难 而三圣中的地藏王菩萨 代表大愿大行 头戴五佛馆 手持惊喜藏及摩尼珠 并以众生度尽 方正菩提 地狱不空 施不成佛的愿力 无我利他之愿心 坚行为众生受劫受苦的功德善法济世 故地藏王菩萨 也有大愿地藏王菩萨之尊臣 家业尊者乃佛陀十大弟子中居上守者 一生坚守偷偷苦行 为后是树立修行最佳典范 阿南尊者诞生于佛陀成道日 阿南亦为气喜之意 而阿南尊者天生容貌端正 面如满月 其身光静如明镜 博学强记 佛陀地子中以多文第一流传 对了 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主题 别忘了先在影片下方按下喜欢 还有订阅掌柜说频道 好 先把我们的频道传起来 你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哦 整座大雄宝殿庄严中带有典雅温馨 树木中带有欢喜慈悲 在这里参拜时很能感受到佛祖 菩萨 以及尊者们的怜悯庇佑 也让人能够暂时忘却尘世烦恼 虔诚礼佛领悟残疾 在这个宁静淳朴的乡金小镇上 能够拥有这样优美的禅士礼佛 真的也深刻感受着附近的乡民百姓 一定都是佛缘不浅 现任住持如厕法师 本著佛教卑至愿行 四大精神祭祀众生 同时不会艰辛考验 弘扬佛法 尽先尽力 让慈必禅士慢慢成为 当地重要的宗教信仰 心灵寄托之所 慈必财寺目前也在侧面陆续筹款新建禁房 以及准备后方的观音店建设动工 而筹措散款 希望完工后能够提供俗世想要修行 或想要短暂抛开烦恼 领悟佛法禅祭的信众有七生住宿之所 也欢迎各方善信大德乐捐善款 共享盛举 同时如果大家有机会 也可以亲身来这边参拜 感应这里的慈悲禅祭节佛园 关于慈必禅士的电话以及地址 七掌柜也会放在影片下方提供给大家哦 而如果你看到本集慈必禅士的介绍 让你有和神明产生共鸣 也欢迎在下方帮我们留言 让更多人可以认识慈必禅士 而如果你也有到过慈必禅士拜拜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七掌柜哦 看到影片的最后 如果你觉得内容还不错 可以的话请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加分享 并且一定要开启小铃铛 这样才能够收到我们每一次的上片通知哦 也请你动动小手 帮我们把影片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有你的支持 我们会更有行动力带大家拜拜共 分享更多的祈福好妙给大家哦 我们下次见